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肖战在夺冠,杨子逆袭女神,2024微博之夜揭秘。 目前,2024年度微博之夜的人气评选活动激战正憨,肖战以卓越实力蝉联冠军宝座,杨子女士则是唯一闯入前十强的女性。 微博之夜作为备受注目的流行文化基地,在过去数月里吸引了大批粉丝和大众的热烈期待。 回溯至2023年的那次盛世,此刻仍记忆犹新。 尽管开幕及红毯环节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,以及特定场地聚集了大量粉丝,颠覆了原本的想象, 但值得高兴的是,胡歌先生与刘亦菲女士双双成为当年的微博king和微博queen。 2023年度微博之夜评选已于去年12月18日启动,至于明年1月10日。 目前仅剩8天投票期限,但观察票数排行,不难看出人气男女明星的冠军数位已经有所显现, 肖战已逾840万的票卓元首,不仅领先成亦近一半的得票率, 更彰显其在网络世界无所不在的人气与影响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随后的第二名成亦亦得到众多忠实粉丝的热爱与支持。 面对媒体采访,肖战满怀感激地说, 真诚感谢粉丝们无比深厚的支持与热爱, 因为有你们的付出,取得今天的成绩。 我将持续加倍努力,以更优秀的作品来回馈社会大众。 杨子喜悦地说,能进榜单前时真是何其有幸。 感谢广大观众一直以来的鼎力相助与厚爱。 接下来,我会更上心,呈现更佳作品以答谢各位。 根据统计数字,网友们对肖战的喜爱程度独占凹头, 荣英冠军地位,总得票数高达840余万张。 杨子则以略微落后的280万张选票,稳居总榜单第六。 他也是前十名中唯一一位女性明星, 备受瞩目的演员肖战与杨子,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表现优秀。 肖战以精湛演技及魅力泛或盛赞, 杨子则在电视剧和综艺中独树一致,深的广大观众追捧。 知名于平仁王小认为,肖战拥有广大网友的认可和喜爱, 这得益于他出色的演技,以及其与粉丝间紧密的情感纽带。 李明教授,杨子作为娱乐界的璀璨明星, 其强大的演出天赋被观众广泛称赞。 此次微博之一夜的人气投票竞争颇为激烈, 备受公众瞩目。 在角逐中,肖战先生与杨子女士稳居前列, 他们的优秀表现以及广受欢迎的影响力, 除了收获众多粉丝们的热切支持外, 也得到了娱乐圈内外大家的高度认可。 近日的明星人气投票热潮, 引起了部分网民关于此话题的热烈探讨。 有人认为这类投票无法完全体现明星的实力与风采, 因而决定以后不再参加类似的票选活动, 而另一方面,许多粉丝们依旧热情、 高涨地为自己所喜欢的明星投上宝贵的一票, 以此表达他们对偶像的坚定支持与深厚热爱。 备受瞩目的微薄之夜人气投票中所显现的竞争情况, 肖战冷静的以压倒性的优势保持着他的第一位置,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, 杨子是排名前10的唯一一位女性, 取得如此佳绩。 二人在演出事业上各剧风华, 因而赢得众口赞赏。 此次的投票活动不仅展示了我们, 再度认识到肖战和杨子在大众间广受青睐和影响深远, 还引来了大家关于明星人气投票比拼热烈的探讨与关注。 尊敬的各位读者,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在留言区发表见解并为微薄之夜 明星人气投票比拼活动头上宝贵一票。 同时,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传递此篇文章给尽可能多的朋友, 共同探讨这种投票方式对艺人和粉丝群体的深远影响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